你刚才提到乌克兰的局势 当前乌克兰的局势是世人瞩目 中方也深感担忧和痛惜 真诚地希望乌克兰局势能够得到缓解 早日回个和平 中国始终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发展双边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 我们将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鸣的精神 同各方发展合作关系 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